这就是昆仑须啊 这就是昆仑须啊 上面有闪闪发光的东西 到了上面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你为什么把我变成男人的样子 昆仑须是不收女弟子的 昆仑须是不收女弟子的 想要拜师 就必须是男儿身 小巫你记住 从现在开始 你再也不是青秋湖地之女白浅 而是丝阴 是我捡回来的一只野狐狸 专程送上昆仑须 拜墨渊上身为师的 会不会被人识破呀 看运气喽 看运气 墨渊的那些弟子 是没有这个能耐的 至于墨渊他自己 能不能看出你是个女娇娥 你就得看你今日的运气了 这是哪里来的臭小子 竟然和我抢着拜师 又是个不学无术的小子 仗着家里的长辈坐靠山想拜师 墨渊上神可是四海八荒静养的战神 怎么会收一只瘦弱的小狐狸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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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折云上神 奇怪 这善子竟然选了她做主人 已经派了她 了 你 知道吗 哪 选了 你 上神 十里桃林思阴 因仰慕莫冤上神的威名 特意不远万里前来拜师 望上神收我为徒 这法器威力巨大 绝不能叫与昆仑婿之外的人 看来 她是我命庭的徒弟了 上神 你方才说你名叫什么 上神 小仙名唤思音 莫学子兰 我昆仑须已有十五名弟子 今日你们两个同日来拜师 我若点了头 该让谁做师兄 遮掩上神 可有什么提议 遮掩 拜托 我可不要做师弟 我们家这只野狐狸 看起来不牢靠 不如让她做师弟吧 那我不拜你为师了 你这小子 前一刻说要拜师 这一刻又不拜了 你把我们昆仑须当成什么了 就算你是遮掩上神带来的 也不能如此羞辱我们昆仑须 怎么又不拜了 在家里我就是最小的 就因为我生得晚 怎么到这儿又成最小的了 就因为我比他慢一步上山啊 太亏了 那么 为师将此膳赠你做法器 这样可公平了 师父 这是你今日刚得的法器啊 这小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运 昆仑须几万年来 才得到这儿一把法器 竟然给了他 是啊 就是啊 师父这样太不公平了 公平 上神可不能骗我 我从不骗人 那好 那我就拜你为师 拜 祁 再拜 祁 三拜 祁 从今日起 你们就是昆仑须 莫冤战神坐下 十六弟子 子兰神君 谢师父 十七弟子 司阴神君 谢师父 这扇子叫什么名字啊 玉清昆仑膳 十万年前 父神身归混沌 远古众神 也都先后应结离世 如今四海八荒 就只剩了天族的龙族 凤族和九尾白狐一族 还留了些后人 在神族内 身份尤为尊贵 我就是九尾白狐的后人 胡帝白纸的妖女 名唤白浅 可惜因为年少时过于顽劣 闯了不少祸事 阿丁阿娘为了找人管束主 让哲言那个老凤凰 把我变成男儿生 化名思音 送来昆仑须 拜了哲言的弟弟莫冤上身为师 这一晃 就是两万钱 手伸出来 姑娘这骨啊 摸起来情路真是坎坷呀 放肆 姑娘 姑娘 你别听她瞎说 她哪懂什么算命摸骨啊 来我的摊位 我来为姑娘你推眼镜是吧 抢生意是吧 你也不想想 仗着自己这张小白脸 抢了我多少生意啊 姑娘 这边请啊 这边请 来 走 来 来 来 姑娘 你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啊 放手 还是个恋性的小姐啊 又来了 每次下山都能遇到梁家妇女 为恶霸调戏 只要是未出阁的 必定有路过的侠士拔刀相助 要是出阁的呢 必定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丈夫 拔刀一吼 不管是侠士 还是丈夫 必定穿着白衣 住手 恶霸 放开那个姑娘 走吧 再晚就要被师父发现了 咋的吗 给我上 这往上打 快点 再晚就被师父发现了 来 他拿的是玉清昆伦扇 看来 他就是司阴喽 上神可要教训教训他 不急在此时 还是介绍他 秦宫 快点 这边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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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